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百叶窗的修理 那么百叶窗的这个叶片呢 它是由塑胶做成的 那么塑料的 那很容易呢 折断 那么一旦折断了以后呢 就留下一个大洞 不美观 非常的不美观 而且不privacy 就是不隐私了 那么我们想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断掉的叶片 把它换成一个整的叶片 那么我们就想把它拿下来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拿的时候 它中间有根线 那么挡住了 那么一旦挡住了 像这边有根线 它挡住了 它挡住了以后 我们就不可以把它抽出来 看 它这中间这根线 把它挡住了 它很难抽出来 那么 你看 这边也挡住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有三根线 那么挡住了 我们没办法把它抽出来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根线 从上面的这根线 中间的这根线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松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中间的这根线 我们把中间的这根线 也在这儿把它松开 我们把它松开就可以了 同样的 我们把这根线呢 也在这儿松开 松开就可以了 好的 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它这样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松出来 这个缝 拉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缝 把这个小缝 把这个小缝 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把这个小缝拿出来 这个就是中间 这样 这样 我们把它从中间把着 拉出来 就拉出来 我们把这个 中间的这个 也这样做 那么我们把这个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我们把这个,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把它,这个缝,拿出来 把这个小缝子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把这个小缝子拿出来 这个就松下来了,松下来以后,我们把中间的这根线,把中间的这根线就可以抽出来 我们把这个中间的线就可以抽出来了 我们一直抽到这儿 同样的,我们也对这个,也是这样做 我们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把它拿出来 用这个,把它捅出来 把这个捅出来 把这个捅出来 捅出来以后,这样的话,这个就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直中间的这根线,就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根断了 我们把它放在地上,拿出来 我们把它放在底下有一个费用的 我们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以后,我们把底下的这根,备用的,我们在底下有一个费用的 我们从这儿放进去 放好了以后我们把中间的这根线 把它放过来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 再从这个地方 再放进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重建 然后再把它 再把它放进去 再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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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把它 把它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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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把它 把它放进去 像边边子一样 这样左右一边 然后这边是这边 这边是这边 就是没有用这个 咖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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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